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今天是自有服务的第二条内容 刚才一起来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 今天内容是我们服务的剩下的六个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服务叫设置主机名 那么与其说它是服务 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操作 它是一个操作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算服务 只是对于计算机的一个常规操作 设置主机名 在前面我们讲过了一个指令 那个指令叫什么来的 前面那个指令叫hostname 作用就是查看主机名 然后hostname可以再来试一下 hostname 一敲 出出一个localhost.localdoma 那这个就是我们完成主机名 然后在看完成主机名的时候 当时又提到了另外一个明亮 叫hostname-f 表示查看 hostname-f 表示查询我们的叫全限定域名 也就是fqdn 这个词一定要记着 一定要记着 叫全限定域名 全限定域名 这两个命令 那么这两个命令当时我们都操作的是查询 那么现在开始我们要设置 然后在那会儿跟大家提过一次 说这个设置为什么我们不讲 我们说这个命令它是操作我们的主机名 为什么不讲设置 因为当时提了说这个设置啊 它只是一个临时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你一设置一重启它又没了 就和我们昨天讲的那个 inita3和inita5一样 一重启又回原还原了 所以呢就感觉意义并不是很大 所以当时你讲 那么在时候能够放到这块来一起来看 那么如何去设置一个主机名 设置主机名呢 那么先来看一下之前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去临时的去设置一个主机名 那由于它是临时的 所以你设置完之后需不需要重启啊 不需要 那不需要的话说明这个操作 它应该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操作 如果需要重启的话 那这个命令它就不需要临时的了 一重启之后它肯定还原了呀 所以临时肯定不能重启 所以这个操作应该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操作 临时设置 那么临时设置怎么设置 命令就是host name name 空格加上我们需要设置的主机名 就这么一个语法 没有什么参数啊 很简单的语法 行 那么现在呢 再来看看啊 这个命令我们执行之后有什么效果 那我在执行之前 是不是叫logohost的呀 行 logohost的 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效果啊 然后这个logohost的 当时我们通过火湖浏览器 是不是能访问的 能访问吧 它有没有印象 启动了阿爸机之后 看到了一个logohost的见面 当然现在我们是命令行了 命令行已经没有办法 再次去启动这个火湖的一个图形见面了 所以就看不到了 但肯定能访问的 这个没有问题 肯定是能访问的 那现在的话我开始改了啊 host name 改的时候呢 现在大家就可以发挥自己想象了 我之前想改啊 一直克制你们 没让你们改 现在可以改了 假设我现在要改一个啊 改一个 运维 我改个运维 或者说我想输一个完整的运名 比如说运维一点了 itcast 第二 行不行呢 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全限定运名 都说了运名了 是吧 所以这地方呢 可以是运名啊 就看你的想法吧 你想输 一个运名 那就运名 你想输 一截 那就一截 这个没有关系啊 那么输完之后呢 按下回车 输完之后 按下回车 输完之后 按下回车 有东西说没变呢 是没变 为什么没变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root账号已经登录了 然后我们要干嘛让它变呢 SU一下 变了吧 如果说你在桌面 在这里面 假设你还是桌面模式 如果没变的话 你不想切换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你的终端关掉 再重新右键 打开终端就行了 或者直接SU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是不是变了呀 变了啊 OK 那说明它已经成效了 但是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重启啊 一重启不好意思就还原了 一重启就还原了 不要重启啊 这个呢 是设置临时的 虽然说不需要重启 但是需要切换一下用户 切换用户 使之生效 好了 那我这地方呢 已经生效了啊 at运维 已经生效了 那除了这个 at后面这串变了 其他地方有变吗 没有变吧 包括路透用户 和这个加目录 通面有变啊 只变了这一串 那这个只是临时的 那如果有同学 你不相信这是临时的 你可以尝试重启一下 那我这边就不重启了 我明确的告诉你 这是临时的 那么临时的 设置好之后呢 那这个不得用吗 那服务器早晚 肯定会重启的 那万一重启用 没了多难受啊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要有 第二个操作了 这个临时 只是为了让它 立生效 接下来呢 来永久 设置我们的一个 主机名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需要干嘛呢 需要去重启的 需要重启啊 才能生效 需要重启才能生效 那怎么去设置 那设置的时候呢 我们得先找到一个文件 设置前呢 先呢 找到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在哪呢 在这个根下的 ETC下 那说明它是什么文件 配置文件啊 在SysConfig里面 有一个Network 这么一个文件 有Network 这么一个文件 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ETC SysConfig 这个 Network Network 你看它里面 它有个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呢 叫Networking 网络是不是正常的 是不是连接的 工作的 yes 就是是吗 hostname hostname localhost点 localdomen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 之前完整的一个名字吗 是吧 完整的一个名字啊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再输入hostname 查一下 它这边是不是变过来了 因为我们是临时先叫的 但是它最终在配置文件里面 是不是还是原样的 对 那如果说 我要想让它重启之后 还是能够输出运维 那么要改哪 是不是要改配置文件呢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知道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是我们主机名的 一个配置文件 它是主机名的配置文件 需要修改它 接着呢 这块的话 我们改的时候呢 就改它就行了啊 这个文件 它就两行东西 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记得 只要这个单词你认识 就知道它含义了 我们要改的话 就改它就行了 修改呢 其中的 hostname 为自己需要设置的永久 永久主机名 需要改一下它 行 那这块的话 改的话 我们就VM了啊 etc sysconfig 然后后面呢 搁上network 好 按一下回车 进来了啊 进来之后呢 选择第二行 然后呢 往这地方移动 移动到这 那现在的话 当前属于VM的哪个模式 命令模式 对吧 行 然后进入编辑模式 I或者A 这两个一定要就记住 其他的 无所谓 能记住就记住 记不住 没关系 按哪个都可以 然后呢 后面呢 我就不要了 后面就不要了 直接删了啊 三号之后呢 输入我们想要输入的 比如说 运维 比如说运维 那如果说 你之前输的是运维的 Alicate Xen的话 那这时候呢 一定要对应啊 两个一定要保证一致 一定要保证一致 要不然的话 别临时的和永久的不一样 那到时候一重启 它又变了 这地方呢 一定要保证 我们刚才设置的 临时的啊 这个主机名啊 又一致 与临时设置的 主机名啊 一致 一致 设置好之后呢 这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去保存退出了 保存一下 X 嗯 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呢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你还可以用这个 看了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啊 可以了啊 行 哎 图没了 嗯 啊 这地方改下去了 重新进去解决了 嗯 好 再会儿如果记不住的话 记不住这个文件 那我就建议大家呢 现在就可以去跟着改了啊 与临时的主机名一致即可啊 嗯 好 设置好之后呢 这个文件我们就可以去保存退出 冒号X 啊 冒号X 好 改完之后呢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两个操作就算是完成了 就算是完成了啊 那么完成 有同学说要不要重启呢 这个地方要不要重启呢 嗯 我觉得不需要重启 为什么不需要重启 因为这个命令 这个你想要的永久生效 是不是需要重启才成效啊 但是我现在临时是不是已经成效了呀 然后另外两个名字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重启跟不重启之后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 你重启之后他也会变成现在这个名字 你不重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字了 哎 所以的话 如果说你不想现在重启就想让主机名生效 那么这两个步骤你都不能少 你得先让他立即生效 防止以后突然重启 那再生几个重启生效的 这样的话就有个过渡 过渡你先给做好了 所以呢 这个步骤做完之后呢 你不需要重启 当然如果说你想验证一下 重启之后变一变 那可以 你可以重启啊 但是不是必要的需要重启啊 这个呢就自己看了 想要重启 你可以重启一下 来测一下啊 看他是不是没变 哎 那待会儿呢 我们再重启啊 现在不着急 那么除了这个步骤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步骤不等少 我们来看一下hostname啊 hostname刚才我们查一下 hostname是不是有问题啊 来试一下 你看他等时间比较长了 那我就感觉出问题了 我就感觉出问题了 等他结果 等他结果 看他说什么 主机名搜索失败了 哎 为什么找不着呢 哎 找不着的话 这地方需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这个运维啊 还没有给他加到我们的本地的这个搜索范围内 就这个运维名 他肯定找不着的 为什么他找不着 就是因为他没有加到我们这个本地范围内 啊 那么可以去试一下这么的操作啊 评 评谁呢 我们先来评一下localhost看看 能不能通 能通是吧 评是干嘛的呀 就检测连通信的啊 说明他能通 那我们再来评看看运维看看 通吗 不通了 就是因为他不通 所以找不着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 你看吧 是不是找不着呀 他说未知的主机 未知的主机运维 那不行啊 这个主机设置好之后 就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我的名字了 结果说我叫你一声 提问你不答应 那那行吗 那不行啊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们得把这个运维呢 也给他加到我们这个搜索范围内 第三个啊 第三个 那其实这个是个什么操作呢 你看localhost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个域名 后面转上IP 之前在前面讲过的 当时说我们访问外网一个网站的时候 需要经过一个服务器进行转化 是吧 提过那个词叫DNS DNS 那么DNS呢 虽然说是外网的 其实我们每台电脑的主机上 都有一个本地的DNS 都有一个本地的DNS 例如Windows 大家最熟悉的Windows Windows的这个本地DNS文件呢 在C盘里面的 Windows里面的 System32 然后呢 Drivers D还有的 AB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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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后面啊 在这 然后里面的ETC 里面的这个文件 也就是host文件 它作用呢 就是能起到一个将 在本地直接去将域名转化成对应的一个IP地址 就这 前面是IP 后面是域名 就这么一个效果啊 这是host文件 它充当了一个本地的DNS 那么我们在Linux里面呢 也有吧 所以第三个呢 就需要去修改我们的Linux服务器的host文件 将我们的运为指向我们的本地 因为运为呢 这个名字啊 它是我们的主机名 那么既然是主机名 你肯定是能用它来访问自己的 结果说你改完之后 你发现它访问不了了 那说明这个名字你改了意义就不大了 到时候呢 就会引发一些问题 所以这一步操作的话 我们一定要给它设置好了 它呢 其实相当于就是设置一个FQDM 你必须设置好 你不设置好就行 那就不行了啊 host文件位置 得知道啊 host文件的位置 位置呢 是位于ETC下的 HOSTS 就在这啊 不像Windows那么深啊 在SystemSeller Drivers ETC啊 那么一堆啊 不用管那么多 我们这里面只要在这里面找就行了 VRM ETC HOSTS 打开 我们就会找到两行文件 两行的命令啊 两行第一个就是127 第一个就是127 你看这里面有没有我们localhost的 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凭localhost的时候 它能指向127.0.0.1 因为它有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当然除了localhost的 localhost的localdomain 还有localhost的4 和localhost的4点 localdomain4 是不是一样的呀 效果得等同呢 只不过这后面太长了 咱一般不去记 那这边的话 那我只需要呢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4还是6啊 它后面还有6呢 后面这个是IPv6的一个形式 咱现在IPv6还没有普及啊 所以用4就行了 那我现在要让运维这个名字 也支持指向我们本机 怎么加呀 是加还是删 这个得搞清楚 千万不要删啊 因为localhost的这个名字 是众所周知的本地的名字 你不能把它给删了啊 所以我们做的操作是加 那至于加怎么加 你反正的形式就行了 你看它每一个名字中间 是不是有一个空格呀 每个名字中间是空格呀 行那就OK了 那我们就在后面加吧 后面就在后面排着 但是放前面也可以啊 放哪无所谓 后面给它空格运维 这行了 给它搜索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保存推出了 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加的一个名字 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支持IPv6也行 在下面加个运维也可以 这个没关系 只不过IPv6呢 现在没有普及啊 可以不用管它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保存推出一下 慢慢exa 行 然后再做一件事 再来验证一下 注意啊 通不通 你看我评论什么 我评论是运维 但是呢 默认给我们指向了 本期了吧 刚才是不是不通啊 现在通了吧 现在是可以了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如果你用火狐热乱器访问的话 你直接输入运维 它应该也没问题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火狐了啊 现在看不到火狐了 如果想看到火狐我们可以去测一下 那行 切换一下啊 引力它 五 哦 忘了 这个远程工具是 你切换它也看不到桌面啊 它就是小推刷啊 得得在这边来看 这边出来了啊 远程中端是看不到桌面的啊 千万不要在这里面指引力它五 没有什么用啊 来这边看啊 看这东西发了啥 可以不一样 那如果不一样的话 你改它有什么意义啊 咱们不想让它永远生效吗 你要是不一样的话 你一重启之后又变了一个名字 那你之前设置的那个零食是干嘛的呀 零食不就想让它不重启吗 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一样的啊 好了 然后要想能够访问 不要忘了一件事 先把什么开开啊 对啊 先不要 先把要在那个 阿发奇给它开开啊 你要是不开阿发奇 去想访问 那是不可能的啊 先把阿发奇给它开开 哎 终端啊 终端 SER VSES HDDB D START 走你 启动了 好 启动之后打开火火 打开火火 啊 这个有点慢啊 哎 出来了啊 运维 走你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如果说你当时设置的是运维点 ID卡的点 CN的话 那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啊 所以的话哎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设置主机名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没有设置这个名字 所以你肯定访问不了 哎 但是如果说你直接输运维 这是可以的 因为我主机名已经设置好了 那如果你不设置后子词 那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你访问运维的地方不了 啊 就这么强大这个功能啊 修改这个 主机 那么修改主机 分为三步骤 第一步 临时设置 当然这个操作其实可选的 如果你不想临时设置也行 直接做下一步 但做下一步你必要干嘛呀 必须要重启啊 如果直接做下一步 必须要重启 如果做了上一步 你可以不用重启了 因为它立即已经生效了 啊 然后后面呢 再设置这个FQDN 啊 FQDN 行 那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命令就OK了 那接下来呢 我来操作一个重启命令 重启之后 看这个名字 它变还是不变 啊 引力它 六 啊 引力它六 走 啊 这边呢 我们等一下的啊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其实这边的主要操作呢 还是就是教大家怎么去设置这个FQDN吧 一共呢 是三个不懂 先临时 再永久 最后呢 改一下这个后子色 然后这地方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FQDN呢 它到底是干嘛的 我们要为什么要去改它 或者说 不设置这个FQDN 会有什么问题 会怎么样啊 会怎么样 啊 不设置FQDN 会怎么样啊 第一个 那么第一个呢 影响的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不设置FQDN 很多一些开源的服务器软件 例如 阿帕奇 例如阿帕奇 如果你只设置了 前面这两个 不设置后面这个 你的阿帕奇 可能就起不来 可能就起不来 因为它早不早 运用为这个主机 早不早 它就防控不了 防控不了 它就帮你起来 但凡是有一个错 它就不让你起来 所以呢 第一个呢 就是很多的这些 开源服务器软件 服务器软件 例如 阿帕奇 阿帕奇啊 则无法启动 无法启动 或者可能说 出现呢 报错啊 或者 出现了 报错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很多时候呢 我们登上一些服务器之后 看到这个地方呢 会起个名字 如果是域名的话 我很一目了然 我就知道啊 原来这个服务器 是管这个域名的 哎 或者说我正常提个运为啊 原来这个服务器 是专门搞运为的 这样看起来呢 一目了然就知道 这个服务器 它有什么作用 那如果说 你看到一个 root atolog host 你知道这个服务器干嘛的吗 就不好猜了 但是我看到一个修改过的主机名 这个好猜啊 所以呢 第二个呢 就是方便记忆 方便记忆 方便记忆啊 看到主机名 哎 对其作用啊 可能呢 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这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 如果不设置 则会 影响 影响我们这个叫 本地的一个 域名的 解析 其实也就是 本地的 访问嘛 影响本地的访问啊 这三个 所以 F2DN呢 必须要设置 并且还要设置对 我们得保证 通过 hostname-f 要保证能够看得到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那说明你这个操作 肯定就有问题了啊 这地方呢 我再restart一下 快捷命令 就是在这里面呢 在上面右键 当这个地方呢 有个叫inactive 叫断开链接了 右键 有个叫restart才行 叫重启绘画 这个时候 你不需要输入IP了啊 哎 肯定还需要登录啊 因为没有设置免密登录啊 变了吧 是不是永久就变了呀 已经同喜了啊 永久的变成运维了 哎 就不是之前我们那个 那个host了 啊 当中进来了 那hostname-f 哎 这个手机 怎么又回来了呢 还是loghost 看一下文件啊 稍等一会儿啊 耗子 找了东西啊 应该找了东西 运维一点 出拳了啊 出拳看看 又找不着了 因为三个又不一致了啊 停一下 把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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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的肯定怼了 我们也来个 运维一点 organization DOMN是吧 它永远是第一个 你把它放第一个也行 或者我们把运游放第一个应该也可以 一定要保证hostnam-f不出错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后面就影响了 你的阿发器可能起不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